昨天說到他們用道德來取代宗教 做成大錯 就是說他們不信鬼神 但偏偏竟信鬼神那些東西 好 我現在繼續 以道德取代宗教 摧毀了道德和宗教 也必然令到傳聞的精神陷於萎微不振 人人貪生怕死 不適以一切代價 保存聖美 這是中國人在人類歷史上招惹最多暴君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十幾世 十九世紀的下半頁到中國傳教的美國傳教士 明恩博在懼著中國人的特性中 提到一段難得一件意見重大的插曲 當時他看到很多大饑荒之中 政府只是袖手旁觀 也不會去附近有糧的地方借糧或拿糧 而成千上萬的機民 只是默默地等死 他就百思不得其解 為什麽那些中國人不聯合一齊來對付那些願官來對質 爭取救援 他認為即使結果也是死路一條 但揭江起義而死 總比會餓死有價值 於是他就 是一個 懂得漢語的人 他就一次又一次去追問那些等死的機方 那些民眾 希望搞個明白 果然 那些民眾也只是 異口同色地說不敢不敢 劍橋大學的教授在九一八事變後 在中國留英學生 倫敦救國大會的演講上面 應該 是所有中國民族主義者應該深刻反省的 他說 如獨揚州十日幾 家定屠城記 如心探之賴人總是天生在應恆淘汰之裂 蓋當時揚州城來 尚有人民八十餘萬 清兵來者不過數千 兩人敵一人可以殺死四十萬 即以十人敵一人 亦可殺死百萬人 而歧視人心探散 想各欺其免死 只知暑走套奔 不想集合大群 同心欲悔 至刀狂臨頭 真唯有引頸奏六而矣 古往往眾數千八男女 另一兵驅之 如驅揚此 莫敢發一聲者 夫人類救飛牛馬 貓犬 何以純復一致於此 即是這些說 他說這段話 他不是用那些書面 應該用那些古話 去說 即是說那些人 為甚麼 不去對付那些人 你那些人那麼多 不敢去趙那些清兵 這段話就是這樣 頂尖的科學家 亦都需要宗教 梁秀銘說得很好 人類的文化 都是以宗教開端 不單止文化 不甚高的時候 是這樣 即使是高等文化 亦都多 托避在一個偉大的宗教下 而孕育 發展出來 蓋人類文化佔最大部分 誠不愛 那些為人 而有的工具手段 方法技術 組織制度等 但這些雖然佔的份量 是其居屬的地位 居中心而為之主足 是其一種的人生態度 是其所有之價值判斷 即是說 主要 都是在人生裏面作出取捨 就是 何所好惡 何所何非 何去何從 在這裏 其他 一切都莫不除之 的確 環顧當世的自由民主 兼物質豐富之邦 無不有其深厚的宗教信仰 亦都沒有深厚的宗教信仰 而依然可以做到自由民主兼物質豐富的 是極之罕有 甚至是 可以說是沒有 當然有宗教信仰 亦都不一定是 一個幸福的保證 特別是 一種宗教是極其反智 極欠寬容 但沒有宗教 甚至公然打壓宗教 幾乎可以肯定說 沒有幸福的可能 亦都可以說 對於人類的文明 和人類的幸福 宗教儘管在這些條件 是不足夠 但亦都有它需要的東西 先說到這裏 它都很長 剛剛看完 那些是 不是那些 現代的書面 是那些 好像古語那些 有一個逐粒字 在看 在想它是什麼意思 我明天再說 先說到這裏